大家好,我是剪個笑容的應該算執行者 那其實今天是我第一次就是這樣子講我自己 所以我自己是會有點緊張的 所以如果等一下講話有點卡到就是大家見諒一下 但是我很願意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在兩個不同環境就是工作過後的一個感想 那其實我是希望可以就是喚醒台灣人更多能夠重視自己勞動所收到權利 像剛剛前面第一位講的那個果物配的 其實我跟他的想法有點有蠻多地方雷同的 就是我們被中間的盤商抽取我們付出勞動的人的收入太多了 然後他也有就是跟那個貴妮而讀的那個作者 其實他時候走出去就是那時候我 因為我在我原本的公司大概做了七八年 就是他剛剛講的我心裡也有一些共鳴 因為其實我自己run的那個文章很多 我想先帶來他自己比較親身會體驗就是 像你們在台北 你們有注意到你們住駕附近的法郎有幾間? 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他跟便利商店差不多多? 其實台灣的法郎的密度已經是全球第一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 對 是以密度來說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叫做泡沫化 因為他其實把所有認真做髮型師的市場 他已經把它破壞掉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 那這次算是我等下要跟大家分享其中 貫穿的一個重點 我想 我想先分享一下就是 就是我之前在公司工作到 就是水堂 就是 我不是想說 跟大家說 我以前做過多少的藝人 或是 看人家不同的工作經驗 就是 再到我下一堂 然後就是 劇工會 下一堂 然後就是 我之前跟我電影的視頻去上的東西 才到 然後就是 陶晶瑩的那個戰略家的 的造型 然後這個我不知道大家認分的是 他是一個蠻有三十萬 部落客的 對調靈靈 所以 就是 講經文 就是 呃 台灣有很多自己 沒有 沒有 台灣有很多自己有自己專業技能的人 他們在 付出自己勞力的同時 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報酬 那 那 呃 我希望就是 我覺得 我希望我們工作的環境是 健康的 那像 我整個校王的活動 那時候在澳洲 我 我是 怎麼樣開始呢 我第一個就是 我 我讓他們付 付費的是 放在一個盒子裡面 但是他們付錢的時候 我不會看 然後 然後 就是 我希望用我的 我多年來的經驗 去 幫你完成一個 就是 欸我希望你開心 我也開心 我希望你回家要離開 那他去 自己 自己決定去付這個多少的錢 那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希望這個可以拔除就是 呃 因為 因為像 呃 台灣新聞其實有很多 他們會說 呃 不尊重服務業啊 還是 不尊重什麼 其實我覺得服務業很多 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專業 就算你是 你是去 送報紙 送報紙也是個專業啊 你要怎麼送得快 或是你去 呃 在餐廳 結帳 那你要怎麼結帳 是 讓這個電影是 順便運作的 那 我希望 我希望 就是 呃 除了 除了法型外 我希望大家 就是 應該是 要爭取拿到自己 該拿的錢 不是說很多老闆 像以前都說什麼 帶人要帶線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 你帶人帶線之外 你還要帶錢 你該把 該給的 給出來 那 呃 不過 這個活動就是 有一個出乎我意料是 那時候我放出到澳洲 然後我就跟我的房東說 我想 我想這樣做 然後 那個房東就一聽就說 你這樣會不會喝西北風啊 因為想說你給人家自己放錢 但是其實 我發現 呃 當人家發現你的東西是真的 欸 有那個價值的時候 當然有高有低 但是譬如說 呃 我們以比例來說 呃 平均值以下 大概是 我撿的 我在那邊撿了一千多個人 大概是千分之二 然後 在平均值以上 大概有七成 就是其實 呃 就像剛才那個 果物配的那個 那個 先生他分享 就是說 欸我們希望就是 鼓勵 做得好的功能 那我也希望就是 做得好的髮型師 他可以 得到他該得的 而不是 被 很多 連鎖的集團 給 抽取他 他 勞動的報酬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台灣現在的境況就是 呃 不做事的人 拿得太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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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分享一下一些 就是我在 當地就是剪頭髮的一些 有比較 冷靜 因為其實太多照片 但是我給你幫助理他 這是我到 當地一個人的家 因為 呃 他們 想找我剪 但是因為家裡有小孩 所以不便 就是結果 結果他的先生就來 載我去他們家 就是去健全家 然後這個我覺得 這個妹妹蠻可愛的 我就是在撿他媽媽 然後他就拿一個掃把 在我旁邊幫我掃地 然後 然後這個就是讓我就是 我當初會進這行業 當然除了工作 要賺錢之外 就是 我希望就是 欸 我做的人是可以讓 大家開支的 因為 因為這會 我覺得會帶給就是 一些靠你自己專業 或者是說你的勞動 做 欸 人家會對你的肯定 這個 這個工作 或這個事情 才可以做什麼 然後這個是 一個去 也是去澳洲 打工資料 給我看 然後他 他跟我說他的目標是 希望他這個旅程 可以碰到 就是他覺得 特別的原因 他希望在他這個 海正空的 故障簽名 在威斯 我的面裡把他簽了一個 就是我的威爾 5300 但是我不知道他現在 收集到幾個人 我來看一下 然後這是我在那邊 呃 就是 撿了一個外國客人 他是一個德國人 然後他蠻特別的是說 他會唱 中文歌 是 有個電影叫看見台灣 嗯 我覺得很特別 但是其實我原本 對德國人的印象 我想說應該是 比較冷冰冰的 但是 其實他也是一個 呃 他跑了二三十個國家 就是也是常年 在外面跑了一個 背包客 所以就是 還蠻健談的 然後 我 這是我幫他剪完的樣子 因為我想讓大家 看他還沒剪的 那個落草 好 這樣 剪之前 然後就是有 很多人說 根本像流浪犯 然後 欸 這個落草 我就覺得 會蠻高興的 因為我喜歡 就是 我覺得髮型 就是除了 呃 你幫他剪的四合以外 我覺得他可以改變一個人的 就是 他如果高興 他會吸引好的東西 那他也會 我覺得會幫助他的人 就有點像膠點的那個 那個 概念一樣 就像我 我那時候 我為什麼會讓他們第一次剪髮 是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 如果去澳洲的 不管是新的 新的還是 還是舊的 他們很多其實不一定很損 但是我會希望說 欸 因為在你沒有經濟壓力的情況下 我是讓你自由付費 我希望可以讓你有一個 你高興的樣子 去 去應見你後面的交流 然後 其實 其實 其實我在那邊那個學好的 其實 他也沒有很好的硬幣 但是這個就是他們的一個 車庫 然後他們那個 我覺得房東好 就是他直接讓我這樣剪 但是他沒有收我 我覺得很OK 然後就是 OK 大哥 然後這我在那邊剪 一個 小妹妹 為什麼會放他 因為 簡文他 很開心的親了我一下 所以 所以 他笑著笑著 我覺得很符合 簡易跟笑容的那個 形象 所以 所以 他不太 就是他媽媽就說 你要笑啊 然後他就 我覺得有點硬笑 再幫我下一張 對 然後 然後 我一開始 就是我通常 我習慣錦王 我也希望跟他們造一個張 就是 不是 因為我覺得 呃 我常常會想一個東西 就是 當時我沒有去澳洲 他們也沒看到這台照 我們永遠都不會 哄你 就像我今天問我們來教練 我也不會碰到你 我覺得這是一個 就是 蠻 蠻重要的緣分 所以我來照相 然後一開始 其實他並不是直接 開始把他照相的時候 他 然後 就是 媽媽要照完 然後我要離開了 然後他的嘴巴又過來 然後 他親你 好 那就要再親一次再照一下 然後就是 我在那邊就是 呃 其實澳洲人 澳洲人 他其實不太不動Fashion 所以 我 因為我原本的髮廊 就是會 可能會做一些秀 或做一些藝人 但是只有剪頭髮 我覺得 我會熟也 所以其實那時候 我在那邊有 會自己弄一些活動 就是說 呃我希望可以自己 來跟我做造型model 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 然後就是 呃 這是 這是當地的一間房 但是我 沒有在那邊上班 但是其實 因為 我的粉絲團在那邊 已經就是 名氣很 算是流起來 然後那邊的老闆 希望我過去 幫他新開的店 就是做個廣告 所以我 其實有很多張 但是我 沒辦法放太多張 但是就是 是我在那邊做的一個紀錄 我覺得還蠻特別 因為我沒想到 就是我需要之後 還可以就是在那邊 就是做我原本 想像不到的廣告 或者工作 那 好 再開張 然後就是 也是做新娘 但是我沒有想到 我會在那邊 幫 比如當地結婚的女生 做 結婚的造型 然後 當我要離開的時候 就是 有蠻多就是 算是撿出感情的客人 還是覺得 欸不錯 就是他們都會 他們會留一些信啊 給我就是 呃 支持我這個活動 希望 希望我可以就是 順利的進行這樣 但是 我有時候其實 中間會有一些挫折 因為我看到他們的鼓勵 我其實都會覺得 會蠻 開心的 那 我講 這一講太重點 因為講太多了 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是很多 通常很多人會想要問的 就是說 他想要做這件事的人 會想說 欸那你是一開始 怎麼宣傳這個東西的 是怎麼成功的 但是 我濃縮成一句 就是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 我不想講太多 你怎麼行程的研究 最重要是 呃 我覺得 你要能夠隨機應變 就像他說 那個 為你耳朵人了 你拿著說 欸你出去 你看到什麼事情 你要能夠隨機應變 這才是 你旅行 旅行中碰到是 才能 最能幫助你 因為我講一個 最簡單的就是 比如說 我們當我們剛 剛搭澳洲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 房東 他就不會讓你的 學校時間頭髮 但是 難道 你的活動 或你的 你要做的事情 你就這樣停止嗎 所以 就是 你要想辦法去 去解決 那 如果大家等一下有什麼 興趣 或者是 呃 對我這過程的疑問 可以再跟我提出 就是 我會特別回答 因為十個月的總結太多了 那 因為時間 快沒有了 所以我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我 就是 呃 貫穿的重點 我希望 付出專業或勞動的人 他們可以 然後他們該得了報酬 那我會這樣做的原因是 因為 我可以在 比較沒有被 呃 資本剝削的環境下 其實我 我賺到的錢 比 很多在那邊工作 打工的人 都還要 還要多 但是 呃 這個環境是 會 會影響這個東西的成功率的 所以 這是我 從澳洲回來台灣之後 我希望 就是 呃 算這個包裝 包裝裡面的 想法就是 希望 重視這樣子的 軟體越來越多 那 可以這樣 讓市場比較健康的做法 不管是 服務配還是什麼 它可以 呃 我希望他們可以成長 不要 不要到這個 台團或大理由專長 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